今天我們的貴賓首先介紹 陳婉嫩 沈日嘉 馬志威和崔璧嘉 最重要的是他們即將會宣傳 推動他們一部新戲 就是《PG戀愛子日》 PG就是Promotion Girl 是吧 Anita 介紹一下你的角色 Promotion Girl 你主要推介甚麼呢 Promotion Girl主要推介啤酒 其實在戲份中 我很多時都要穿一個啤酒妹的衣服 是七匹製造的 所以會比較適合一點 而且在戲中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拍戲以來的突破 因為一向都會有一點性感 例如穿低胸衣服 但在戲份中我會有一個床上戲 所以這一個是以前沒拍過的 也會有一點緊張的事 這次我的角色其實就是 做Angie的大學同學 以及是她的朋友 我自己本身就是做一個Promotion Girl 因為Angie想努力點儲錢 所以我就介紹了她進去做PG 對 第四次跟監製合作 比起第一次 她比我的自由度大了很多 是 很多場口都會讓我自由發揮 而且她的信任程度也高了很多 是 這次更加不會令她失望 這次我覺得跟Angie也有點可怕 是 吵架吵架吵架 吵架吵架 吵架 打到跌跌了 跌跌了 紅綠進光其實會有一個床上戲 因為其實那個尺度是我們拍攝的時候 都是會一個半裸的情況 所以導演也是會清場的 是 還有拍攝的時候其實要顧及演技 有可能會擔心有時可能會走光 所以當初是很緊張的 但是因為監製很好 他們將這場戲安排到最後才拍 他說因為想我們演員之間的信任 即已經熟了 他最後參加殺科那一場戲 我們才拍 所以其實拍攝的時候 原來又沒有自己心裡想得那麼緊張